酒駕刑法論處它是錯誤的 它違反了憲法保障人民自由 在沒有被害人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以用刑法論處呢 在104年的時候 我在台中市發生了一起 酒駕被攔查的事件 我的呼氣只是0.38 依公共危險罪判刑三個月 然後病科罰金一萬塊 我完全遵照它的指令 那我有沒有說不服從指令 或者是造成行使上的不安全行為 都沒有啊 那憑什麼給我判公共危險罪 我可以接受酒駕被造勢你可以罰 重點是你的罰則 一個有被害人的非酒駕造勢 你判什麼刑 何解之 那為什麼我一個被害人都沒有的酒駕被造勢 你可以給我判三個月 我在這個判決確定以後 我有去申請事件 申請事件並沒有過 可能是因為我的案例錯誤 或者是我的申請法條是有錯誤的 而我希望在所有的酒駕被造勢的受害人 受刑就公共危險罪這一條 希望每一個人都去跟他申請事件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是罰造勢的話 今天酒駕者他一定會更小心的開車 他因為他要以不造勢為原則 他知道他造勢的話會被加重騎刑 但是現在的刑法並不是這個樣子 三月初的時候 在彰化也有一起 拖板車 倒車要衝撞遠景 只因為他喝酒 如果你是輕罰的話 他會跑給他醉嗎 我覺得應該是對造勢加重騎刑 不應該判處反行的時候 他相對的就能夠保障用路人 不管什麼原因 你只要造勢 我就是重罰你 讓每個人去尊重每個用路人的安全 因為媒體偏向於酒駕 並沒有偏向於造勢 酒駕有收視率 看到酒駕兩個字 大家都會想要關心而忽略了造勢的問題 我覺得媒體應該公正公平 是一個公平的報導 他可以把數據寫出來 非酒駕的造勢幾件 酒駕造勢幾件 而造勢的主因是什麼東西 是闖紅燈 超速 還是什麼 很多人也是認為這個法是不對的 但是因為沒有人敢站出來講 因為民粹的問題 因為社會給他們的氛圍 酒駕就是該死 今天的法是錯誤的 我寄望於所有的非酒駕造勢的受刑人 踴躍申請大法官釋憲 因為這一條是違反憲法 保障人民自由財產的問題 無法治 有此理 我們要留意 我們要留意